做法上我想第一个请各位自行在新增什么新增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新增之后的话相关的条件 我想前面都做过类似的 新增之后因为我是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把它用管理的方法也可以进来 里面的话就是106APP 然后放在桌面上按储存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们对于那个动态的 比如说跟资料库连接那个部分有关 有兴趣的话 因为资料库就是你可以把一些资料放在远端 可以跟别人共同存取 那那个部分当然会更好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伺服器了 我们现在只有静态的网站 那这个东西就我刚刚讲的那个PHP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己再学习 因为这东西实际上也是一个专业 如果你会的话 假如是文学院的学生会PHP 哇那不得了了 那真的是大家眼睛一亮了 OK 你说会很困难吗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大概二年前那时候 其实刚开始 我也是非本科系的 不过因为我会了某些技能之后 发现我那时候还蛮抢手的 我把履历拨到104的那一卡 结果我电话几乎接不完 然后呢我上班之后 很奇妙的哦 隔几天哦 又有另外一家公司一直打电话 找我去面试 我说我已经有工作 他说没关系你来 我们都可以配合你 中午时间也没关系 我一点也不太想理他 后来他好像是科长吧 后来我觉得可能前来就太小了 后来还有一个经理打电话来 我觉得好像 好像有点诚意的 后来协理亲自打电话来 后来想这家公司没有诚意 就去跟他面试一下好了 后来一看 哇原来不是小公司 还是一个外商公司 还是一个德商公司 规模还不算太小 我一看哇还不错 可以去 那后来面试的时候蛮有趣的 因为是科长跟我面试 那因为我会的东西比较稀一点 结果反而是我在面试他的感觉 他好紧张 我说你不用紧张没关系 真的 那种感觉很奇妙了 所以后来人事经理 然后协理协理就跟我讲 你什么时候 你哪一天要来上班 我说我回去考虑看看 我直接就跟他这样讲 所以后来我想一想 好像还不错 因为他薪水的确开得比较高 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环境真的是很优美 然后再来就是蛮独立的 什么就是说你需要的东西 电脑设备他都完全提供给你 也不会管你 后来进到那边 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啦 因为实务经验 那因为我是非本科系的 跟原来他本科系的在一起 其实刚开始还是会有点心虚 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多东西不会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下班之后不会跟别人一样 就回家就是可能去哪边玩 我下班之后我只有两个地方去 第一个地方就图书馆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不会 因为有点心虚 所以去图书馆 第二个去的地方就是书店 就这两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月 大概每个月 我会花大概至少五千块的这个钱 是挖在买书上面 这样子我大概一年之后我发现 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感觉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那当然也是一个历程啦 所以这边提供了各位参考 不是不可能 而是说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年轻嘛 反正多的是时间跟热情 那当然这是重点 你必须要燃起你的什么的热情 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同学 其实好像没什么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热情 那当然就没办法了 OK好 不过我觉得 但之后的成果是还蛮丰硕的啦 因为其实说真的 你会这些东西之后的话 几乎就无可取代了 因为我发现真的要找到 又有文就是人文背景的 然后呢 又懂资讯相关的 这些专业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后又可以悠游在好几个领域里面 所以慢慢发现 其实真的教学 是我一个很有兴趣的工作啦 其实说真的 你说我为了要来 我也不是说真的来这边赚钱的 其实来这边感觉有点像佛心 我觉得你们需要一点支持 所以我无条件支持各位啦 其实我发现看到别人更好 其实也是这种很快乐的感觉 这个比你的财富增加来的更 我觉得好像更有趣耶 因为你即便你财富再增加你是个人的 可是你让别人得到快乐 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 后来我发现 其实说真的自己很富有 只是账面上的数据 有些时候你可以做更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 台湾看到很多这种特色 就是他是真心的为别人想 而不是只是说为自己 不是为了财富啦 OK 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很需要去思索的 因为现在这个观念上面慢慢的 功利主义慢慢比较兴盛啦 不过外界的世界改变 不因为这样子的改变力 所以不要忘了原来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不是因为我改变世界啦 而且不是因为世界改变我 而是我慢慢我觉得我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我有这种想法啦 所以才会做一点这种事情 越做越开心 即便这些事情做了 其实不一定会有失职的收益 但是做得很快乐啦 OK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题外话讲太多了 所以有些同学也会说 老师你讲的题外话很多 不过好像听起来也还不错 OK那我就 好OK这当然另当别 OK好第一个就是把这个网站 给架设起来 出存 再来的话呢 按一下完成 好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第一步我们完成之后 接下来要做就是建立网页的 那这个已经做完了 我自己秀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建立好之后的话 再来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档案 档案里面的话就是一个HTML5 这个跟前面都一模一样 按下建立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选哦 记得选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不要乱动 记得选这个按建立 这样就完成了 那建立之后的话如果你怕说你这个就是做完之后忘记 那记得不要先存档 我印象中好像你先存档会产生错 你就先做做什么呢 做插入那个页面的动作 那记得就是这个页面记得要改成传统的 然后这边要改切到JQuery Mobile 才有这个页面 有些同学可能功能还找不到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body跟body中间放进五个页面 因为会有一个首页加四个需要的页面 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云端白板上面的完成画面 这个逻辑上我想你将来你这个app也可以参考 因为会有1234 那这个就page 1到4 那这个首页做出来类似长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放在body跟body中间 插入一个什么的页面 那这里的话 记得它会出现这个你按确定就可以了 按确定储存 它会JQuery Mobile的资料价会出现 如果将来你这个页面没有出现的话 那可能就会没有这个 就是说没有这个效果出来 OK就还是网页了 好按确定 然后第一个就是Home Home 第二个特别注意Home里面有没有页尾呢 有没有页首呢 特别注意要看一下 基本上它这个页面呢 有页首在上面 有没有页尾呢 有页尾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上个练习是把这个net bar 放在哪里呢 放在页首上面 这一题是把net bar怎么样呢 放在页尾 那其实很多app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下载 那个新闻类的 或者是一些 那个也有 下方也会有个bar 有没有 就是你卷动 你即便看文章 怎么卷动 它一直都卡在那个地方 固定在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net bar 而且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页尾的位置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要什么 要有 然后再来的话 底下也都会有 所以这一题特别注意 我们要产生的 这个上一题是只有页首 没有页尾 那这一题记得 都有 有页首也有页尾 所以按一个确定 产生一个Home 再来的话 就是点下面 特别是不要点错位置 再插入 page 1 也是页首跟页尾 再来是page 2 一式类推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页面里面 产生有1到4的页首跟页尾的一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们就完成之后的话 记得就是再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 存档的名称也要记住 就是说可以做完 好 这五个页面了 然后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储存 名称的话呢 就叫index.htm 那我这边有一个旧的 我就用这个名称来改 会比较快 index.htm好了 我们就用有L的 OK 好 按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档案就出现了 那再来就是分别把 可以放的东西先放过来 因为在这边有个什么 绿岛机场 你可以把它放在page1的那个上面 然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总共会有四个 那就分别把它贴上去好了 那再来我们等一下 再分别完成这些页面 做出来的效果 希望能够看到像 我们完成画面上面看到的首页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上面有个home 跟一个向下向下页的这个切换效果 至于颜色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改变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 OK 这里的话 我画面先放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 等一下 再来看后面的相关的部分 我就邀请 要我们ized 那么我们来 那我们下课 那么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